哈囉大家好我是徐昀 那我們今天呢因為本身沒有活動 然後最近還是需要隨那麼一點點視頻啦 好啦那就隨一點點影片這樣子 今天就簡單的聊一聊這個Crash Fever這個夏天還未結束的9月活動一覽的部分 我當然覺得這東西是早該做的啦 說實話是早該做的啦 當然因為日版其實做這個所謂的簡單的小預告 也做蠻久的喔 可能一兩年也有 這陣子也比較少一點點 不過既然今天做了 好今天台版做了我們就還是稍微聊一聊吧 那這一次9月的活動啊 就是寫月之海龜之宴 然後海洋生活尋寶冒險 那月之海龜之宴的話就是這一次的中秋活動嘛 那今年度的中秋活動來的挺早的 是因為呢9月9號跟9月16號還有23號 喔這三個活動全部都是日版本身的活動 那海洋生活的話就是他們的泳裝季 然後剩下那兩個的話就是夏業季嘛 就晚上去這個很多動漫 晚上大家穿女生穿浴衣男生就跟著女生一起 一起去逛街看煙火的那個納涼季 生夏季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就簡單帶大家看一下這一次的 他們的轉蛋角的卡面啦 因為關卡角我那陣子挺怠惰的 所以可能不是所有關卡角都有刷 沒辦法帶大家看那些關卡角的圖面啦 那個就到時候開了大家自己再去找資料吧 好那因為其實這樣子看下來啦 第一個9月2號9月9號9月16號跟9月23號 那就都是每個禮拜五出 那這樣不確定會不會可能禮拜二會再塞一些小東西進來 這個只能說我不太能保證 畢竟這個就是日版的活動 然後9月30號那一天 有可能就已經會是上國際版那邊的週年的前夜季了 我想因為我記得國際版的週年季都大概也都在 9月底10月初 還是我記得差不多都這個時間點 好所以其實這個月可能會是相對性啦 相對性來說比較 比較輕鬆的一個月份吧 因為主要都是以日版的角色為主 好那這一次雖然那邊是寫前半跟後半啦 但是嚴格來講 這一次其實泳裝的話就是兩個角色 那現在日版角其實在這種活動角上面 也幾乎大部分的角色都是出EX狀態的啦 反正大家可能發現EX比較賣錢吧 所以也幾乎都是出EX啦 像達爾文EX然後愛迪森也是EX 所以那在依照海外版 台版他們這邊的改EX的尿性的話 通常都不會改很多 通常都不會改很多 就是小改一下 所以今天的目的就是主要是 好帶大家看一下下這個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詞字 然後在跟你們說這個技能組 簡單講技能組 因為我覺得分析技能組沒什麼意義 因為我在猜啦 到時候還是會改 但是改的量我覺得也不會到很大 那我也要在這邊祈禱一下就是說 這一次其實日版這一次有保底格 他們這一次我記得是出保底格 好像S8就必中 S8就必中 然後就不確定台版到時候會不會 佛西一點 S7就必中 還是S7假保底 當然是希望可以啦 S8必中 因為其實說實話 日版最近也開始新增所謂的S8保底格 雖然有時候是歪的 但是這一次的泳裝這兩隻 全部都是必中的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許願看看 會不會跟日版原廠那邊一樣 就是保S8必中 好啦那第一個 第一詞的話就是愛迪生 愛迪生的話呢 依舊學術人類攻擊型 三圍的話 22160138756966 那隊長技是綠屬性攻擊力28UP 那其實這技能 技能組其實跟原版差不多啦 一樣就是轉版嘛 然後只是多了特殊珠以外轉C 那一樣也是中央紅衝能珠 X型大雷射 然後呢原版是100%的藍屬性暴風強化 那到這邊的話是變綠屬性 那C技很痛啦 依舊還是很痛的3萬 然後被動的話是破傷跟破蠕蟲珠 破傷跟破蠕蟲珠 然後被動2一樣 跟原版很類似 就是黃短綠爆弾掉 被動3自己在前頭 雙射連鎖 被動4的話 好像這個也跟日版差不多 但我有點忘記台版怎麼改了 那也是一樣 自身在前頭的時候破壞120個以上的射珠 點按次數加鞍 然後被動5的話呢 是綠屬性在前頭掉落2個自身炸彈C 被動6的話是 自身或其他角色開技能的時候 掉落3個自身SCP大 那他這隻 我們就不做太多的 不做太多的分析啦 就簡單的講講他 那大家就可以猜猜看 到時候在海外版會被改什麼樣子 我覺得改的可能性還是不會太大 我覺得現在他們改這些試音進化的角色 還蠻多都是原裝進口 然後頂多CG改的像海外一點點那種 倍率而已 其他其實沒什麼動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也是達爾文 那達爾文的話 大家會想說 欸達爾文耶 當初在日版這麼難抽 那這次會不會怎樣 好 那達爾文難抽一點點 10抽 65 那他是保底格 10抽 100抽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65確定 可是 我記得機率好像是50%吧 就是這個就是假保底了 S10假保底這樣子的出法 所以日版的出法 還不一定每一詞都一樣 就是其實有時候聽討厭的 那 這邊的話 也是這樣 學術UN 那技巧型 三維的話 36000 然後85686778 隊長技好像這個應該一樣吧 就是全角色 攻回血 10%UP 那破壞350個以上射珠呢 防屬性攻擊跟防御力提升4000 那CD一樣 CD15 那 愛心轉SCP大 大的炸彈C珠 那中下 充能珠 一樣 也是15 那全體威力的 400萬的紙傷炮 400萬的紙傷炮 然後C珠強化3 減按 點按加1 然後技能縮1 好 其實這就跟日版原裝 好 這個其實就 就原裝進口啦 這個就沒有任何的改變 那日版很常搞這一招 因為反正原本就是新化角色了 就沒有在動什麼太多東西了 那一樣CG的話是破 CG的話是全體 然後1萬 然後攻防20UP 然後一樣喔 這邊的話是傷障 然後可是這邊變蠕蟲 以前這裡的話是障礙嘛 S 傷障 砲 然後那現在變蠕蟲 日版最近很認真在推蠕蟲族 所以這邊呢 是傷障蠕蟲 被動2一樣 自 遊戲開始是減15 然後常駐藍轉直層C 全角色 點按黃連鎖 紅綠藍 這個你看這個都跟原版一樣 就只是改顏色 那被動5的話是 黃屬性然後種族 然後CG提升20 然後黃屬性跟人類種族呢 攻擊跟防御力提升4000 你都發現 欸其實差不多 好 所以其實日版是這種適應進化角色啦 有時候如果是適應進化轉適應進化 都一樣 都會直接一模一樣的平行進啦 所以不太確定到時候台版會怎麼個進法 那只希望不要再被耳聞了 那耳聞是什麼樣的形容詞 大家應該老屁股知道 新人不要知道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這一次比較重要的 8隻的角色適應進化 這一次適應進化總共8隻 那所以才會說這一次的禮物槍 大家一定要多刷這樣子 那有適應進化的角色呢 是泳裝 泳裝弗萊明 然後泳裝納皮爾 泳裝天使 機械天使姐妹 然後泳裝巴斯特 那泳裝 然後再來是泳裝斯托克 然後泳裝愛因斯坦 泳裝米蘭科維奇 泳裝達文西 跟泳裝普朗克 那這幾隻啦 大家就之前就有人問我說 去去去有沒有卡面可以借我們看一下 那我得說 很抱歉這一次的角色卡面呢 全部一樣都是跟原本一樣的技能組 而不是跟原本一樣的卡面 就是卡面是沒有任何改動的 他就是只是外框變了 然後技能組呢 一樣就是血量都乘以2 然後攻擊跟回復乘以1.5 然後技能變CD6 然後不是技能變 被動變CD6 然後技能組就是有稍微再去修改一下 變改強一點點 就是這樣 那卡面本身是沒有太大的變動啦 那這邊技能組我就不特別帶大家看了 因為我覺得 看這邊其實沒有啥 沒有啥太大的 沒有啥太大的意思 因為這看下去 我要花好多時間找資料 我也不是所有八值都有啦 沒辦法帶大家看 不過就是 大家可以留個心眼 就是如果你這些原本的角色有的話 好就可以來可以稍微的來練一下 那我有點忘記 這幾隻好像沒有 這幾隻好像沒有特別出池 那時候好像沒有特別出池 好像就是在這個大爾文這邊 好像都有機會歪 然後保底格有機會歪 然後正常機率都還是有機會歪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泳裝技的部分 就是大約算是一次丟10隻適應進化的角色給你 不過那個大爾文跟愛迪生 好這兩隻是抽出來就適應進化啦 所以就這兩隻不需要吐吐 這個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進到這個下一季 那下一季的話 只有一隻角色 也就是我們的 希伯德 希伯德一樣 手持半價 現在日版也有這種很多手持半價 然後 S8就必中一隻希伯德啦 那不過 畢竟也是適應進化角色 適應進化 你看現在活動角很多都是直接上適應進化給你 所以我只能跟你說 這個技能組到台版會不會被改動太大 我只能講 不會給太大的 我不會給太大的看法啦 我覺得可能被改動的機率還是是稍微低一點點的 那這一隻的話 希伯德是 是學術人類 三維的話是3399875309881 那綠屬性呢 回復力提升20% 然後CD4 愛心珠以外 吸收 然後HP回復 吸收幾顆再乘以4000 然後呢 綠屬性跟人類種族愛心珠強化100% 一回合人類 跟綠屬性呢 綠色珠連鎖 CD4 然後就是回血 那CG的話是 一體傷害18000 被動的話是 破障 然後 防毒跟病毒珠 然後被動2的話是 綠屬性跟人類 回復力2000UP 然後回復射珠連鎖 那被動3的話 自己在前頭 然後 點按加1 然後下個回合開始時呢 屬性射珠變愛心珠 那被動4的話是 一回合連鎖20個以上的愛心珠 回復1萬血量 超量回復 最多可以到1萬 然後30個 再1萬 然後40個 再1萬5 所以如果你是40連鎖的話 就是 就可以大概3萬5的回血量 那就是這隻就真的是純坦啦 那在日版其實這隻也稍微比較 比較 比較少見一點點 所以這隻西伯德就到時候看看台版會不會有沒有什麼機會大改 因為你看在就算在這個 兩池中間 兩個活動中間日版還是硬是塞了一個集Fever 還是塞了遊戲三人娘啊 然後這邊 這邊就沒再塞東西了啦 這個是日版常駐史每個月換一色 然後西伯德後就是再塞一個國際海外司馬籤 司馬籤的技能組也是直接硬被塞進來 所以其實就是說在這3個活動之中 日版還是塞了別的小池子進來 所以就到時候不確定台版會塞一些什麼東西 可能有可能會塞海外原創 有可能是塞別的東西啦 那這邊活動結束之後 馬上在日版就是馬上是接這個 是接這個約會大作戰的池子了啦 就是接約會大作戰的活動了 那不過我覺得台版的話應該沒那麼快 因為10月如果都是國際月的話 可能就會要到11月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要蹲 約會大作戰的話 就可能要稍微等到11月看看 11月看有沒有那樣的消息啦 那不過那個技能組到時候就再說吧 好不好 我們那個時候就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消息了 我們就到時候再帶大家看啦 那不過我在想9月整個活動應該 對於一般玩家來講 會是比較輕鬆的一個月份 通常來說我覺得這幾隻 應該理論上都不會出到太恐怖 除非海外版 喪心病狂啊 這些適應進化角色打破以前的原則大改 不然的話 我覺得被改的機率還是比較低一點點啦 不過如果大家還是有想要問題的話 也是可以問啦 那這幾天的攻略建議的話 就是如果你的中秋活動刷的差不多的話 就還是多去掛禮物箱吧 禮物箱 這次會掉適應進化兔兔啊 畢竟一次開8隻適應進化兔 一次開8隻適應進化角色啊 就不知道大家大概有幾隻啊 所以還是能刷就刷吧 雖然掉的機率好像沒有到很高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願意刷的話 那每個顏色刷個40隻 至少可以都各兩隻適應進化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保險的數量啦 就這個看你們自己吧 就反正禮物箱嘛 一場無體也不用花太多心思 就是可能我記得掛自動走口應該就可以了 就不一定要多人這樣子的掛法 好啦那因為日版其實在這些禮物箱上面 也有時候會越來機車 有時候會給100體 有時候一天一次 所以這次台版很意外的無體又無限刷 那就建議大家有空的話 禮物箱多刷然後多存一些兔子 然後就可以等泳裝季這一次的事情進化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免費抽 白嫖掉 因為這次的泳裝也是有免費抽可以去白嫖一下 我有歪到一隻六五 雖然重複了 好啦那最後活動的未來式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還有什麼對於九月活動有什麼問題 或者什麼想法 也可以在留言區跟我留吧 那以後禮拜一可能比較忙一點點 我不太確定有沒有辦法穩定的禮拜一出片啦 那就到時候再說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稍微長一點點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幫我分享出去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